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周五 第五轮公演正片即将播出 三个六人小组将展开激烈的较量 力争全员晋级总决赛 而备受期待的成团业将于8月1号录制 8月5号播出 到底有几个成团名额 哪些人能够成为第三代X-Sixter 谁将拿到C位 一切悬念 近代揭开 这边第三季尚未完结 另一边后续瓜已经爆出来了 有知情人士爆料 浪姐三将会有两档衍生综艺 一档大团宗 一档小团宗 对于喜欢姐姐们的广大粉丝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浪姐三要办两大团宗 其实一点也不意外 因为去年的P哥已经开了先行 披荆斩棘的哥哥还未成团 陈小春 张志玲 谢天华 林小峰 梁汉文就去录制了大湾仔的夜 几乎同一时间 我们的滚烫人生也开始录制 常驻的嘉宾为陈小春 张志玲 张静 张琪 李承炫 每一期还会请好几位哥哥担任飞行嘉宾 纵守周知 浪姐一的成团名宗为姐姐的爱乐之城 七位成团的姐姐一边旅行一边打歌 玩得不亦乐乎 第三季是什么形式尚不可知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大团宗肯定会以成团的姐姐为主 爆料中还有一个关键的信息 那就是围绕关系好的几个小组设定 虽然浪姐三并未全城所主 却形成了三个稳定的小团体 一个是炒面组 成员有王心灵 蔡卓妍 钟星彤 吴景田 张天爱 武功又新增了唐诗益 第二个是纯玉峰 成员为谭梅伟 薛凯奇 郭采杰 齐熙 毛俊杰 可惜毛俊杰四公被淘汰了 第三个是凹凸组 成员是郑秀妍 王子玄 张立 张新毅 朱洁静 只有张新毅一人止步武功 但是补尽了余文文 其中团宗合体呼声最高的无疑是王心灵 领衔的炒面组 不仅人气和路人员一记绝成 还是名副其实的完颜组 六个人排排站仿佛是一只成名多年的女团 毫无违和感 更重要的是尽管这组的六人个性不同 却各有吸引人的地方 凑在一块 综艺效果一定不差 大团宗依旧保持神秘 反倒是小团宗率先揭晓了 近日芒果TV招商资源更新 一档名为乐队的海边的新综艺赫然在列 主题为有乐队基因的姐姐 程 乐队 赖 在海边经营一家音乐餐厅 乍看以下 有点浪劫版中餐厅的意思 纵观第三季 适合的成员不在少数 比如余文文 赵梦 张强 刘恋 巧合的是他们三公都是家人组的 默契度应该不在话下 浪姐一有姐姐的爱乐之城 浪姐三更是连开两档团宗 第二季的姐姐又一次被打脸了 成团成了个寂寞 不知道娜姐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做何感想呢 最后希望总决赛圆满收官 最好能多几个名额 让有能力的姐姐都能成团 同时期待团宗尽快播出 只有趁热打铁才能收益最大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